大家知道現在等一段比較長時間才進入醫院做一個評估 其實我們知道由有病徵開始或者頭期 其實那個傳染力是比較高一些 即使有可能現在的情況就是確實病人等到入院的時候 其實那個傳播率已經比較低 甚至好像剛才說會好起來 我覺得最擔心的是在這段時間將病毒傳染給家人 特別是一些沒有接種疫苗的長者和幼童 這個情況就不是那麼理想 所以如果可以儘快將一些傳染力較低的人士 去儘快送離開一些隔離的設施 就儘快將這些確實病人換了去收到這些先 這樣才會較理想的情況 現在出了一些初步的原因 例如特別是要照顧一些有病徵的人士 可能要市民要再理解清楚一點點 例如說是哪些人要去治療診所 很多市民未必能夠完全掌握到的常識 每天一千個名額可能 因為我們都可能累積了幾千個確診人士在家裡 相信都可能不服應用 變成可能是要選擇一些 真的有需要利用這些治療診所的人出來才行 我覺得遙距一個診療診在某類的病人 應該是可以做得到 也是一個適當的一個做法來的 請問我必須要求是要選擇 每天一千個月 永遠和善良一千個月 也要選擇 永遠和善良一千個月 也要選擇 也要選擇 都會選擇 永遠和善良一千個月